有一篇文章叫 吊死鬼附身 有一位上吊亲生的女子 她不幸走了 结果呢 她的前任男友来参加婚礼 我相信这个大师这个故事 这个前任男友 这个死掉这女的 大概看她应该不是很顺眼 因为她附身在她身上 结果呢 这个前任男友精神失常 那大师 您对鬼很了解 我想请问 就是人死后 是不是都会变成鬼 其实人跟鬼没有分别 人本身就是鬼 鬼本身也是人 这个人的心是变化的 他会做善事做坏事 其实都是由他的心去变出来的 我们想 你如果把人想成好的 那么 这个也是你心变出来的 你把鬼想成坏的 这也是你心里想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鬼是坏的呢 对 所以我看过很多鬼 他们导致都很好 我看过很多人 我看过很多人 都是鬼 比鬼 甚至比鬼还恐怖 其实 人比鬼还可怕 对 对 真的 所以 人的心啊 完全心所造 一天当中 你可能轮回六道 大家以为六道啊 就是天啊 人啊 地义啊 恶鬼啊 畜生啊 阿修罗啊 当你起那个斗争心的时候啊 你就变成阿修罗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已经入了阿修罗道 当你想起 阿 我要做善事 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入天道 那你的欲望产生出来的时候啊 你就变成人道 是 你如果去看那个什么 那个色情影片啊 像A片啊 或什么样子 甚至听说这个手机里面也可以看 电脑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 那时候你就变成畜生道 你就跟畜生差不多了 就变成畜生道了 那么你如果是贪念非常的重 贪心啊 很贪心 你可能啊 你就变成恶鬼道 那个惩心很重 那个惩啊 贪惩之的惩 你可能就会到第一道去 是 对 还有另外就是畜生道 欲望很重 而且比一般人还要重 而且比一般人还要重 没有伦理观念 是 你就是畜生道了 有人啊 靠 这个靠 靠 靠佛弗萨的救度 跟师父的教导 是 你去有这个信心 去信仰这个佛学 那么你很认真的去学习佛法 按照释迦摩尼佛所教导的去做 你就可以出离这个六道 这个就是解脱道 跟菩提道 解脱道跟菩提道 这是佛讲的解脱道跟菩提道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有业才会到人间来 有业障业力到人间来 因为我们有七情六义才是人 你离开了七情六义 你就变成圣贤 你当那圣贤 你就解脱了七情六义 完全就解脱了 你要再修行成佛 你要跟着佛法的脚步走 将来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达到 你自己的这个境界 达到佛的境界 是这样子的